每日来到主的面前 共同经历神的恩典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新名字 参考经文 你看 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 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约翰一书三章一节 有些人在一生当中 最少更改过一次名字 他们更改名字 可能是因为被领养 结了婚 或是搬迁到 说其他语言的国家 或者可能只是想要一个新的开始 对我来说 取一个英文名字 是因为我在香港读小学的时候 英文老师说 除了中文名字以外 我们还要有一个英文名字 新的名字 需要我们花时间去适应 不过慢慢习惯就好了 我们有一个新的名字 它不会在护照 驾照 或是其他身份文件当中出现 但是 它却是我们最重要的名字 在我们接受耶稣进入内心 做我们生命的主和救主的那一刻 我们就得到这个新的名字 基督徒 我们已经成为一个跟随基督的人了 在今天这段经文中 以赛亚说 神在很久以前 已经赐给我们新的名字 他创造我们 塑造我们 救赎我们 并且呼召我们 其实 远在我们被造之前 神就已经拣选了我们 预备我们 借着基督的宝血 得蒙救赎 新的名字 不但带来我们 不但带来我们保障 荣誉 荣誉 和特权 同时 也带来重大的责任 如经上所记 所以 耶和华说 你们是我的见证 我也是神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 感谢你拣选我们 成为你的儿女 求你帮助我们 以信心回应 好叫我们能在生命中 见证你的大爱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